最近,一部古装大剧《西花纸》强势开播,由胡一天和张静怡领衔主演,自播出一时便迅速走红,成为当前必看的好剧。 该剧讲述了花家在经历重大变故后如何在逆境中奋起反击的故事,女主角花纸,以她的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,不仅引领家族走出低谷,重获昔日荣光,更在这一过程中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浪漫爱情。 她遇到真爱的人就是凌王世子顾燕熙,身份显赫的她还是皇帝的亲侄子,长得帅武功又厉害,对国家忠心,还担任着七宿司的首领,手握重权,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人物了,也是无数少女梦中情人,但她却选择了花纸,因为花纸与别人不一样,她不仅漂亮,而且还非常有能力,破败后的花家,就是因为她的存在才支撑下去, 也让花家更加繁荣,两人在相处之后,也是深爱着对方,最后成为彼此的依靠,过着简单却幸福的生活。 花家之所以被抄家,就是因为花裔正,她是花家的一家之主,担任当朝御史,虽然位高权众,但她也是一个正直且敢于直言的人,有着自己的原则和立场。 不过,因为花裔正对七宿司的批评和直言不讳,触怒了大庆皇帝顾承涛,被以煽动天下世子为由,急去官职,并全家流放北地,永不续用,在流放过程中去世了,也是蛮遗憾的。 凌王是顾燕熙的父亲,也是大庆朝的王族成员,身份尊贵的她有妻子周王妃和妾室肖王妃,周王妃是顾燕熙的母亲,她在一场意外中去世,而顾燕熙便怀疑到凌王的身上,因此父子关系不和。 在顾家,肖王妃还是一个非常有心计的人,把顾家搞得鸡犬不宁,后来大祸临头,凌王也是带着悔恨离世了。 作为一个王朝的主人,皇帝可谓是高高在上的存在,掌握着天下百姓的存亡,拥有众多嫔妃的她,也有着不少的子嗣。 不过皇帝不是一个所谓的好人,她虽然是人中之龙,但却也担心自己的皇位被人夺去,对手下也是诸多猜疑,不管是儿子还是侄子,后来顾燕熙因为被逼得揭竿而起。 皇帝自然是被拉下马,得到这样的结局,都是她自作自受。 西花指情感线复杂,主角团感情线淡定,男女主身份对立,男主隐藏身份多,对女主的好带多种用意,导致两人无法坦诚相待。 男女主看似交心,但CP磕不动。 西花指爱情线全靠邪门CP,男主和妹妹卢玉小,女主和卢玉小,甚至祖母分别和祖父太后,都有欲欲还修的情愫。 但主角团感情线却十分淡定,肥鸟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女主铁树开花了。 先有女主给未婚夫发出朋友卡,登门找未婚夫退婚。 后有男主女主暧昧骑马,胜似小情侣,男主却在女主表白后发知己卡。 更觉得是,男主隐藏的身份要瞒不住了,立场对立之后,更是有男主关门猎杀女主的预告出现。 肥鸟本来以为胡一天演技差,演不出对女主的爱情。 原来不是胡一天演技差,男主在这个阶段,感情方面最多也只能跟女主以知己的身份相处。 男主本来就是带头到女主家里抄家的蒙面人,有多番调查女主家庭情况,甚至调查到女主祖母头上了。 这就难怪女主祖母催男主表白,女主当面跟男主表白后, 男主用知己就把女主的爱情小伙苗熄灭了。 但很快,男女主连知己怕是也要做不成了。 男主拦截了太后和女主祖母的来往信件之后, 男主跟属下交接的画面被女主发现, 想必也是男主故意露出的破绽让女主发现, 然后以女主进门猎杀。 从男主OOS说你不该跟我进来的, 就能看出,男主已经设下陷阱等女主来往里跳了。 这就是为啥男女主感情线没有其他邪门,CP填, 男主身上的对立身份太多了, 对女主的好也带了多种用意, 这就让男女主看似交心, 但永远无法坦诚相待。 女主的情况完全袒露在男主面前, 但是男主的一切女主都不清楚, 这样不对等的关系就注定了,CP磕不动啊。 你们觉得女主和观众能扛得住男主层层掉皮吗? 快来关注肥鸟,一起讨论吧。 西花指,让顾燕熙没想到的是, 人畜无害的萧夫人是杀母的罪魁祸首, 萧夫人娘家几代人都是在扬州开标局的, 而凌王的封地恰好也在扬州, 所以顾燕熙从来没有怀疑过萧夫人。 凌王是西花的脾气, 不止带一个萧夫人回家, 但以前的女人都威胁不到凌王妃。 虽然萧夫人在家里开了一家武馆, 但凌王愿意为她做任何事。 凌王和凌王妃不是盲婚雅嫁。 顾燕泽的母亲本来是凌王想招法结婚的, 但她不仅冷落了凌王妃, 还对长子下了手。 凌王妃被萧夫人堵死了, 因为她被勺药发现了, 勺药准备放火, 和萧太太一起死。 最后, 两人都获救了, 萧药失去了记忆, 凌王妃的尸体被烧毁了。 相反, 萧太太成了勺药的救命恩人。 虽然顾燕熙这几年并不知道母亲是被萧夫人杀害的, 但自从萧夫人入府后, 她就与凌王关系冷淡。 后来, 皇帝把顾燕贞带到皇宫里住, 凌王经常生气地说, 皇帝抢走了她的儿子。 凌王原本是嫡子, 但登上了王位的, 不是她。 萧夫人虽然得宠, 但没有名分, 凌王曾上书请旨, 但皇帝不允许, 太后不承认, 这么多年没有召见她。 十岁前, 萧夫人所生的顾燕泽从未去过皇室族谱。 顾燕泽虽然得宠, 但也只是个妾生子。 尽管凌王宠爱小公子, 但顾燕熙背后却有皇帝。 吓等吗? 花指笑着说, 小公子是凌王府最喜欢的小公子。 如果大庆国破了, 小公子以为自己能活下去, 但是皇室中有一个人幸存在大庆, 没有完全死亡。 你能容纳一半皇室血统吗? 还是萧夫人那么天真, 以为你聪明的父亲会不顾一切地离开你的儿子? 萧夫人说我在等, 敢问我说的不是真的。 事实上, 萧夫人从来没有想过, 如果她的父亲真的成功了, 她的儿子就活不下去了。 在大庆, 顾燕泽只是一个富有的闲人, 所以顾燕泽很快就有了计划, 愿意站出来指认她的外公。 而智者则藏在太后宫里, 原来太后身边的玉香姑姑竟然也是朝立族人。 朝立族立国的百年, 被称为最黑暗的百年。 自古以来, 朝代的变迁就是常态, 只有朝立族的反抗才是最激烈的。 他们把中原人当作牲畜, 不善待老人, 不怜悯又小, 不允许中原人读书, 识字, 开明, 把后代当作人类牲畜。 这也激起了中原人民的激烈反抗, 朝立族在建国一百多年后就被推翻了。 虽然中原人不如朝立人强壮, 但他们比他们更有毅力。 先祖没有杀死朝立族, 这也导致了后来的危机。 祖先把朝立族赶到了岛上, 虽然有重兵守卫, 但也给了他们活力。 智者问花旨, 花家和太祖一起打天下, 立下了汉马功劳, 但现在花家都被流放了, 他真的愿意为大庆而战吗? 花旨告诉他, 他先是大庆人, 大庆不好, 但也能让人安居乐业。 落在朝立族手里, 真的没有活路。 顾艳泽就像花大人说的, 顾艳泽笑着说, 我的作用对你们来说真的不小。 我绊倒了我的父亲, 稳定了我母亲的地位。 借以我的名义传递信息, 最后哄骗你的女儿。 我的信仰, 如同像信仰神一样的母亲, 把我带入局, 彻底利用了我。 她仍然相信你会保留我和你唯一的血液, 但她没想到智者会如此无私。 顾艳泽的外祖家只是扬州的一个开武馆的, 不像顾艳泽的外祖那样能帮助顾艳泽。 但顾艳泽并不讨厌外祖。 与王府相比, 外祖家是一个真正的穷亲戚, 但这个穷亲戚从来没有打过秋风, 有时还会给他送东西。 所以顾艳泽并不讨厌他的祖先, 但现在他发现外祖从来没有想过给他留下一条活路。 他身上有大庆的皇室血液, 只要他在大庆, 这个国家就不算毁灭。 智者也直言不讳地说, 这个岛很难生存。 与二百年前相比, 潮力族不仅无法恢复, 而且人口也越来越多。 从长远来看, 潮力族本身不需要在外面做任何事情就会灭亡。 事实上, 一开始就选择了肖夫人卧底到凌王身边, 但他故意做出一副尴尬的样子, 让肖夫人自告奋勇。 虽然顾艳泽身体不好, 但他很聪明。 虽然他以前的小计划都用在顾艳熙身上, 但他很快就选择了这条路。 他直接向皇帝投诚, 潮力族人受到惩罚后, 皇帝为顾艳泽安排了新的住所, 梅威很难他, 一百多年前, 大庆放过了潮力族。 但这一次, 顾艳熙一个也没放过。 那些被捕的潮力族人已经想过和大庆和谈, 但这次他们一个不留。 顾艳熙回京前, 派人到海岛岛朝立足老巢。 皇帝最看重长子, 把其他儿子当成长子磨刀石, 但县王却不争气, 其他儿子也被皇帝养大了野心。 最后,县王被废除姓氏, 流放蛮荒。 最终, 年仅十二岁的小六登上皇位, 花纸成了太妇。